所有的念头都不一定是真的 我们只要学会改变想法 进而改变感受 就能够减轻情绪上的痛苦 从此不会牺牲自己 也不必讨好别人 我是吴洛泉 欢迎你来到幸福书房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吗 或是你的身边 有没有特别敏感的朋友 你和高敏感的人 相处的时候 是觉得特别体贴 或是彼此都感觉 像是刺猬一般难以相处呢 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 我要邀请你一起来聊聊 敏感度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 究竟什么是高敏感人 高敏感人是由心理学家 伊莲爱荣所提出的 他在1995年出版的畅销书 书名就叫做高敏感人 根据他的估计 全世界大概有20%的人 都具备高敏感人 这样的特质 那你一定会觉得好奇 高敏感人 有哪一些特质呢 艾荣认为 高敏感人的特质 是对周遭的环境 具有很敏锐的意识 能够仔细接收许多细节的资讯 包括其他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一些很微小的线索 因此也比较容易过度受到刺激 同时高敏感人也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比较深刻的情绪共感 常常对情绪有既高又快的反应 真的是很强烈的反应 有些人会把这样的反应称为很情绪化 但这种描述的方式很容易偏向负面的解读 因为事实的真相是 高敏感是一种天赋 只要你理解它并且善用它 你就会发现高敏感是一种超能力 这一次若全要跟你分享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高敏感是一种超能力 我把书中一些精华的内容摘要成三个重点 一 觉察情绪 了解它要带给你的讯息 二 精准判断 分辨想法不一定是事实 三 宽容对待认可自己才能保持好奇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重点讲起 一 觉察情绪 了解它要带给你的讯息 情绪其实就像是一位友善的访客 通常他们会带着重要的讯息前来 尽管有些时候这些讯息会让你感觉痛苦 觉得很不友善 也有时候他们会赖着不走 让你困扰很久 但只要你虚心接纳它 请听它要跟你说些什么 甚至对这些讯息 心怀感谢 不好的感受就会加速离开 请你放心 情绪绝对不会很久不变 它未来也会离开 对高敏感人来说 你只要时时刻刻去意识情绪 试着去理解它 就会接受到很多它带来的讯息 通常越是强烈的情绪 就越代表某一件事正在发生 而且这件事一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哦 诀查情绪会促使你采取行动 并帮助你和其他人沟通 当我们透过情绪意识到 环境中存在着危机或者是威胁啊 就会很本能的 很自动的出现四种反应 在心理学中把它归纳为4F反应 也就是战斗逃跑僵化 讨好 但问题就出在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过度敏感 让情绪太过于强烈 没有能够接收到情绪 所要传达的正确讯息 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书上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 假设你正在会议中做简报 突然发现有一位同事 他脸上的神情不是很专注 你没有仔细的觉察 下意识就认为 他是不是觉得我的简报很无聊 或是他认为我很蠢 于是羞耻恐惧 或者是愤怒的情绪就出现了 如果你把这些想法和情绪当真 冲动的鲁莽形式 你就会给自己和别人 添很多麻烦哦 相对的 如果你决定要让自己保持好奇心 提醒自己 那只是一时的情绪反应 并非事实 并且利用这些情绪线索 更谨慎的采取行动 例如啊 询问同事的想法 请同事给予意见回馈 如此一来 高度的情绪敏感 就会在瞬间 变成你的超能力哦 这样的反应啊 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 但真正要做到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接下来让我分享下一个重点 二 精准判断 分辨想法不一定是事实 高敏感人所拥有的情绪和体验 都是非常丰富的 你的身边啊 都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 都有很多事物会吸引你的注意 如果能将这些丰富的体验 化为具体的语言 加以描述并且分享啊 不仅可以帮助你善待情绪 疗愈自己 也能够为身边的人 带来正面的意义与好处 但你一定要先区分清楚 情绪固然是一条线索 但必须精准判断 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讯息 否则就会变成无止无尽的 胡思乱想 情绪是一种反应 想法是情绪背后的驱动力 例如啊 你被一个陌生撞到 这个时候你的情绪会如何反应呢 这就要看你当下的想法 如果你的想法是 它是不小心的 你比较容易因为理解而释怀 并且原谅它 反过来啊 如果你的想法是 它是故意的 或是它可能想偷你的钱包 你就会生起恐惧和愤怒的情绪 大多数的人啊 很容易把想法当作 它就是真正的事实 毕竟啊 想法存在头脑里 它们出现的时候都是很自然的 所以感觉很真实 但是啊 只要你提醒自己 想法有时候 它就只是想法 它并不等于就是真正的事实 这会让你避免很多无谓的干扰 让自己重获自由 不会被困在虚构的情境里面 也就是所谓的妄念哦 因此啊 你要学会改变想法 进而改变感受 就能够减轻情绪上的痛苦 最重要的就是啊 不要对自己脑中浮现的各种想法 去做过多的传测 因为它们不见得有意义 与其啊太快批判或下意识的把它当成事实不如 以好奇的角度来思考这些想法 与情绪和行为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至于如何让自己一直保持好奇心呢 这让我们继续探讨下一个重点 三宽容对待 认可自己才能保持好奇 对自我或他人表示认可 意思就是说 你愿意认同自己 或认同别人的情绪或经验 并且愿意接受他们真实的一面 因为啊 情绪本来就需要被好好的倾听 并且被认同 而不是被忽略 也不是被否决 毕竟情绪所带来的重要讯息是 关乎你内心真正的需求 以及你目前过得好不好 即使啊 某些情绪会令人感到痛苦 但它们确实真正存在 而且是根据你所遭遇的状况 所产生的自然反应 尤其特别强烈的情绪反应 正代表你需要刻意的提醒自己 这个情绪有很重要的讯息 你可以放心的去感受他们 接纳他们 如果正在表达情绪的人 是你的朋友或家人 或是一个很熟悉的对象时啊 你可能很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 你也可以表达认可 你会告诉他们 感觉情绪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啊 你会有这些情绪是正常的 需要关心别人的时候啊 我们很自然就会产生同理心 但是哦 当那个对象换成是自己的时候 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啊 往往就会比对待别人来得严厉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自我认可非常重要 因为自我认可 能够带来抚慰人心的效果 进而降低情绪的强烈程度 让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情绪 保有好奇心 并妥善地处理情绪 把敏感度化为你的强项 让情绪替自己加分 当我们越努力练习 越能够认可自己 就越容易善待情绪 找到自己与人际关系的平衡点 从此不会牺牲自己 也不必讨好别人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 世贸出版 高敏感是种超能力 我从书中所为你摘要 送读的重点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你留下意见或提出问题 并且和我分享 你对高敏感 是否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 请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也请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亲友 也感谢所有提供赞助的朋友 罗泉幸福书房 除了录制推广 心灵成长相关的阅读影片 每个月的第二个 和第四个星期四 晚上十点 也会特别进行直播节目 残酷逻辑 请你继续给我大力支持 幸福书房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助